为了唤起更多人关注墨西哥妇女和儿童日常生活中所面临到的暴力 来自不同国家和各行各业的妇女们集结起来 用拼布艺术展现一场无声抗议 墨西哥城地标佐卡洛广场上 五百多件色彩缤纷的被子、毯子、布料汇集在一起 吸引群众目光 这个活动称为拼布治愈的毯子 以和平的方式希望唤起人们关注墨西哥妇女 和儿童日常生活中所面临到的暴力 据了解在墨西哥时常发生妇女遭杀害的事件 为了扭转这个恶况 见低对女性的厌恶 这次活动除了墨西哥本地 还有来自其他国家 包括美国、加拿大、塞尔瓦多、瓜地马拉、波多黎各 英国、法国、西班牙和德国等不同行业的妇女们 一同到场参加 各行各业的妇女们透过拼布艺术展现一场无声抗议 希望妇女及孩童的安全与福祉能受到重视与改善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